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難命》是指一些值錢 但又死掉死不了 就像壞人一樣 其實是一種對生存的信心 我希望我們都是一樣的 《難命》是一隊成立了一半年的樂隊 全部都是十幾歲去到二十幾歲的年輕人 跟其他樂隊一樣 音樂的熱誠令他們走在一起 他們玩的金屬音樂 在很多香港人的眼中是紫文化的產物 對音樂文化 他們有自己的一套意見 Metal 你覺得大不大老 香港不大老 所以在香港 美國那些地方是沒有紫文化的 香港音樂文化是一個小圈 唱片公司的人喜歡聽音樂 他們就迫觀眾去聽音樂 唱片公司的歌曲 受歡迎 流行曲榜 全部都是晴晴塔塔 你一天有這麼多亂心 好像每首歌都是一個舞伏出來的 在陀螺盤裡 永遠都是撞來撞去 都是在那個盤裡 你不會去多款外面 成員 工作 成員 作為了 好像夾樂隊似的 我覺得香港應該要給更多機會 給年青人 去做自己的事 其實政府一直都說 我擺在那裡知道 見到有很多屋邨 都有些桌子 但我們根本給那些位置 你搞這些舞蹈 基本上就被人投穿 他真的不會站出來說支持年青人甲BANG 我試過想散BANG 不想再跟那些人甲BANG 每個人都沒有心 那段時間因為一直都找不到結他手 原本打算放下音樂 但經過了一段時間後發現人缺少了一些東西 那樣就是音樂 雖然你那對BANG散了 是沒有了友誼 但你仍然心裡也存在音樂 因為音樂是我的興趣和夢想 我覺得人沒有興趣和夢想 又不是一個完整的生命 我不想每個人的人生都是 我做事是為了吃飯和賺錢 結婚、買樓 不知道你想不想輪迴 就是輪迴了那麼多年才能做人 但是做了人之後 你又要為了上班 不停不停不停地做事 做事為甚麼 為了買樓很格式化的一生 我覺得人應該這樣 香港從來都沒有生存過 都沒有生存過 都沒有生活過 夢想是人都有 就是因為覺得不可能實踐 所以放棄 就繼續做事 為何現在Tonic、Color這些BANG會開始冒起呢 因為他們都努力 不要只看到他們成功的一面 覺得他們很羨慕 為何他們會成功 你有沒有想過 我們就是要改變自己思想 第一步 然後再努力 我們要去感化更多些人 去改變香港 當10萬人又感化10萬人 的時候 我希望真的有一天 香港會變得 每個人都滿意一個特首 不會有人出來遊行 我都可以 自小做英雄靠你了 謝謝 每個人都可以給予此包容 看看我的心出來 如果跟我四個天前 那天晚上也會給我 我會很開心